字幕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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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這就是一個剪剪VLOG的教程 其實可以算是和OANANA的同款 很詳細 我才發現一個文字版在小龍書 如果看不明白的話 我覺得視頻應該會比較容易明白 Let's start 第一步就是先把iMovie打開 然後新見一個影片 之後就是把你想要的影片直接把它拖下去 因為放在相冊 因為放在唱片直接把它拖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把你不要的或者覺得多餘的剪掉 再把它拖好 然後現在就是加背景音樂部分 我是習慣用QQ音樂的 接著打QQ音樂在下載音樂裡面 接著就找它的文件 它就是MP3形式 如果是的話就可以直接把它拉下去 iMovie的音符 接著也是直接拖下去 那就調大小聲 還有如果你後面多了的把它剪掉 如果不夠的話就加歌下去 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之後就是按右上角檔案 接著幫你的影片起一個新的名字 或者你用回它的我的影片也可以 那就可以把它save在場面那裡 就把它save在場面那裡 那完成了iMovie的這一部分 就打開Final Cut Pro 接著就把你剛剛搞定的那段影片 直接拉上Final Cut Pro 那現在就是來加一個背景的圖 接著這個純色的圖 我是用手機找的 一個apps叫studio 在裡面就可以找到很多顏色 多數顏色都有的了 那你就把它剪好 受錄給舊 就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那我用Nana的Vlog 那我也有一個Nana的Vlog 接著我的Vlog 也有一個Cami的Vlog 那就是用一個基本字幕 把它拉到視頻的上面 接著你就打你想要的字 之後找一個合式的字體 把它拉到左上角或右上角就可以了 現在就是做片頭啦 首先就把同一個底色 把它拉到前面 接著就找打字機 直接在那裡搜索 打字機這幾個字 它就有的了 你也是把它拉到純色的圖的上方 那就是加那個打字機的底音 那個底音呢 其實我是在微博找的 接著我待會可以把名字寫在下面 把它剪到適合你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像聽不到效果 但其實是有的 或者看回我的Vlog就聽到的了 那最後一步就是加圖 雖然不是每一個Vlog都可以用到的 但你無論是加圖或是加影片也好 如果你要加一個視頻的上方 你就一定要拉在主視頻的上面 如果你要加底套的話 就拉在主視頻的下面 即是在時間軸那裡 那最後就是在save 最好是save4K 還有在場面 那是最方便的 那現在就是最後一部 讓它save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得明白 如果要上學的話 那最後就記得subscribe like follow byebye